大陸、安徽、遼寧兩地疫情升溫 目前已知兩地多個病例 都與一間攝影機構的培訓活動有關 但具體感染源來自哪裡 目前尚不清楚 截至5月15號晚間 大陸、安徽、遼寧兩省官方統計 有11例確診病例、15例無症狀感染者 其中有23人都與金色童年攝影基地有關聯 包括機構的員工、老闆或參與培訓的人員等 其中 安徽合肥首例確診病例是27歲的理性女子 主要從事攝影營銷培訓 5月2號至7號在安徽羅安某攝影樓開展培訓 之前4月27號起一周 她與同事呂某兩人 曾在遼寧營口金色童年攝影基地開展培訓 入住愛居金陽酒店 遼寧瀋陽一名退休人士無一期間 12人自駕旅遊 入住霸魚圈當地酒店 16號證實 她與母親兩人染疫 她那客人不是在入住我們酒店民宿嗎 她在我們這兒住了 現在我們整個酒店店接觸隔離狀態 在什麼時候營業的話也得看情況 我們每天都在住合成先生 已經封路了啊 大類人都別來霸魚圈了 目前前往營口市霸魚圈的周邊道路已經封路 營口市酒地升為中風險地區 現在熊園已經進不來了 今天不見 今天就整個熊園城全都圈上了 整個熊園都空城了 現在就是特別嚴重 前往鮑魚圈參與培訓的安徽患者呂某 曾在5月3號因嗓子痛到附近診所輸液 目前已知該名診所的醫師也確診 此輪疫情涉及遼寧、安徽到底誰傳染誰 兩地互相甩鍋 中國流行病學專家吳尊勇認為 疫情很有可能是從遼寧營口開始傳播 至於誰是零號病人以及如何傳染的 目前還不清楚 新唐人記者李珊珊、林岑欣、劉芳採訪報導 師傅,投資料訂閱想將會恢лив到大壇 有說明樣與月公私房移光 Wit